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本篇是我们播大哉问 我们重度的回放 因为那个时候的录音比较回音 所以我们现在重新的录制 我首先我们来讲到美国 美国在经历了上一次国会的美丽风景线 进入到了现在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状况 在这个时候 网络上还是有很多法轮体操会的附罪频道组 人在宣扬诸如众议院长裴洛奇在美国边境逃亡被 逮捕或是还在期待所谓的枪杆子革命 会出现在白宫 让特朗普夺回政权 续任美国总统 关押了拜登以及贺锦丽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首先老师必须说 特朗普的下台已经是不可逆转 就跟他当年上台一样 输了普选票 但是赢了选举人票 许多百姓非常不满这个结果 不断的抗议 但是仍然无法阻止我们川普大帝的上台 这就是美国的政治制度 选举游戏已经结束了 说坦白的老师不怎么相信 那些所谓要造反的 真的会去跟2万个国民兵在华府做炮火的对战 正刀正枪的打 因为民粹分子大部分都是爱惜生命的 他们希望别人牺牲生命来达持他们的理想 但是要他们自己去受命 那就很难了 为什么要这样慷慨赴死呢 会慷慨赴死的只有两个可能 第一个是宗教的催化跟军队的荣誉 这样子长期的催眠之下 才能够达到盛战的等级 光靠政治理念 让自己去勇敢的面对这些枪林弹雨 事实上这个是比较难的 可能有几百个人有这样的勇气 但是要达到跟国民兵对战等级的2万个人 这些民粹组织还没有这种勇气以及号召力 因为这些组织大部分的成员都是垂垂牢矣 比如说我们去看到华盛顿特区 这些在路上抗议的 涌川的大部分都是50到70岁的 他们是一个见证过美国60年代 70年代甚至80年代美好的一些保守派 这些所谓的民主斗士都是想打 也没有体力去打了 其他比较年轻的也根本没有见识过美国梦 你要他因为什么往日的荣光而慷慨赴死 这个是很难达成的 因为在网路上你可以装载强力的嘴炮 他们攻击没有问题 但是真的他们实际行动一定会有 但是最终你要上战场的 上前线的必定是脚软手抖 你没有办法冲上去 所以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要进行一场有规模的运动 背后的政治力量以及资金的支持是不可少的 例如去年的香港问题 源源不断的提供各种资源 绝大部分都不是那些年轻人自己买的这些资源 但是都可以免费得到 为什么 因为有资源去支持 例如乌克兰的政变 美国的CIA承认 他们花了10年的时间 20亿美元才能够引起这次乌克兰的政变 现在乌克兰因为政变有变得更好吗 当然没有 经济几乎完全的崩溃 年轻人不断的向外出逃状况 而在美国这次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 共和党已经无法忍受了川普 民主党更不可能放过川普 所以到最后即便引起了暴乱 但都是绝对可以开控制的范围之内 因为大家需要这场戏 而川普倒台拜登上台结果没有悬念 这是两党都需要的结果 当然从这次1月6日的暴动 后续的FBI调查以及审问 也证实了老师之前的推测 也就是这一次的暴动 是有共和党内部的引导 才让这些报名顺利的 按照这些共和党的参议员 给的国会山庄的地图 以及引导的路线来走向各地区 例如裴洛西的办公室等等 他们还计划俘虏并杀害这些民主党的众议员 但是最终却没有去计划 要去焚毁了这些选举人票 拖延拜登的上任 为什么?这就很令人玩味了 如果要川普延后下台 焚毁选举人票 这是必要的做法 没有做这一步棋 反而显得你挺穿挺的会很空乏了 因为攻入国会的下场 只要稍微了解到美国政治生态的人都知道 这是可以知道未来下场是一定会被清算的 而特朗普他个人的成功是因为什么? 当然是源自于他的自我主义 而他的败王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如果说真的有谁要拉特朗普下来 然后让他万劫不复 必定走向王莽的结局 那么休守老师已经知道是谁了 他的名字就叫做唐纳川普他本人 而今天我们讲到这些 并不是我们今天谈的主题 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是关于美国的经济 要如何在被川普临别的破坏之下 还能够恢复起来的可能 要讲美国经济首先要说一下中国 为什么要说中国? 因为全世界在经历了新冠疫情 以及中美贸易战之后 全世界的消费率是大降的 但是唯有什么?唯有中国他的是维持起来的 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 所以说为了怎么样? 为了不要就业率以及经济的维持 不产生结构性的崩坏 所以基本上的一些国内的生产都要尽量去做 也就是希望尽量维持国际的经济贸易 那么这个时候出来是一个问题 大家都在生产 那么谁要去买? 这个就很重要了 如果没有人买 他东西卖不出去 你生产出来东西就变囤货 经济也没办法运作 那么谁要去买? 当然就是中国可以去买 那么我们就简单很简单一件事 举例来说口罩在2020年初中国在过春假的时候 那个时候口罩需求量大 做的人少 口罩的价格翻了10倍 那么现在要用的一样多 做出来的数量更多 那么请问口罩现在的价格又是怎么样? 你现在去网路上订口罩 出货的速度 连厂商快到自己都会害怕 为什么?因为供过于求 没有订单的商品比废品还没有价值 现在中国既然是全世界最大的消费国 为什么?因为他人多 受到疫情影响最小 经济恢复速度最快 所以中国的市场 现在成为世界的兵家比争之地 这是老师说的吗? 不,我们看看现实状况 我们要用现实状况来评比 老师说的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看看RCEP签例 也就是RCEP 就是表征了什么? 各国急于跟中国来联合 来进行更多的贸易往来 再者中欧投资协议 在RCEP之后紧罗密鼓的签例了 也是为了让欧洲的资金可以找到出口 来获得中国的资源 为什么可以获得中国的资源? 因为中国生产的人力成本 仅有美国的六分之一 各项原物料的取得也比较容易 加上因为RCEP的生效 中国可以更大力的采购各成员国的资源 来互通永无 让大家可以互蒙其力 所以说中国的发展 已经不是靠美国的合纵围堵策略可以阻止的 因为美国已经没有足够大的利益 提供给其他国家作为交换 那么美国的威信 美国的话 就不一定会被其他的国家 一定会照着遵守 那么我们回到美国 美国在特朗普不断的中止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 其实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很多人看着中国的企业因为美国证交所的摘牌 而瞬间蒸发了很多股价 例如小米董事长雷军 一天就蒸发了36亿美元的身价 而问题来了 失去美国资本的中企 同样的也不再受到美国的影响了 先不说美国的投资人是不是没有办法参与到这些中国企业的资本利得 应该说是原本可以透过这些中企 来影响中国企业的态度 以及对中国政府的资本前置 中国很多企业就转去了香港去上市 这样就变成了美国政府没有办法在美国的本土上 可以前置中国企业的走向的力量 如果中企在美国上市 美国政府就可以对中国有要求的很多 一些例如长臂管辖的策略 比如什么 比如说你内部的会计准则 或是我要查你账等等方式 让中国企业必须把内部的数据 哪怕他是假的不正确的 都必须提供给美国政府 而这样的行为 美国政府就可以逼迫中国的企业 必须分拆企业的集团属性 来配合美国政府的需求而运作 简单来说 川普可以禁止了华为 但是他却不是要求华为在美国的分公司 必须要美国政府占有一定的股份 首先这就是监督中企的运作模式 而未然如果这个中企要去欧洲地方去推广他的5G设备 都必须由美国这个华为当做母公司 再去其他国家去做设立以及研发还有部件 那么如果真的这么做了 美国政府就间接拥有了华为在世界的主导权 也可以在华为内增加 逐渐增加美国企业持有的股份 让华为彻底可以成为一个半个美国公司的傀儡 这个美国可以得到华为的技术以及资本力的 又掌握到了华为的世界的进度 更可以要求美国华为必须都用美国的零组件 以及高科技产业的晶片 那么美国的科技优势就可以保持的绝对的地步 中国对美国的益生度也会更高 美国就可以继续挟着天子以令诸侯 要求中国政府对美国采购更多的物品 进行更多的逆差的削减 更别提什么 更别提像小米这样的公司 简直就是蚂蚁班大象 他除了卖手机是他本业之外 他还有扫地机器人 他还有语音助理 他已经各种家电设施 这些设备都需要网络科技去辅助 他才会有用 就像老师 家里有很多电器都是小米的 不怕连订锅、煮饭锅都是 那么这样的设备 他如果在美国的要去做销售 美国政府是不是可以要求他 你必须在美国组装生产 这样可以帮助到美国的就业率 但是特朗普反其道而行 不但封锁这些中企 而且还企图怎么样驱逐了大量的中国籍的人才 禁止中国企业的美国上市 然后围堵了中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发展 这些基本上只能在2到5年 可能还有点用处 让美国维持领先的地步 因为这些产业都不是靠砸钱就可以堆出来的 而是必须通过时间去熬出来的经验 以及一些制程 美国反而是怎么样 强迫了中国去学习这些经验 一旦中国突破了这个瓶颈 就等于是像英国重新发明的蒸汽机一样 应用在工业上面这些晶片 中国就会势如破竹的瓦解美国高科技的霸权 那么美国除了核弹就没有可以制约中国的东西了 而当中国的晶片只要美国一半的价格 那么美国的高科技产业就会面临到极大的挑战 而这些走向其实历史上都发生过 不是老是自己编出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中的春秋战国时代 就已经发展出类似的演变 例如什么 抒情的合纵 像极了美国蓬佩奥的策略 要求全世界来围堵中国 而中国的RCEP以及中欧投资协议 就像极了什么 张仪的联恨 从横切面各格击破 定立了贸易的协议 唯独把美国排挤在外 美国不在RCEP里面 美国也不在中欧投资协议里面 更不在CPTPP里面 这就非常有意思了 而更重要的事情是 在中国签立两大协议之后 对于中国国内进行了商务部的一号令 也就是针对了美国一直长期使用的长臂管辖 包含对了中芯国际的制裁 实施了法律上的限制 也就是美国任何制裁或是法律 甚至是参众两月的决议 只要涉及到中国内部 中国都不再配合 反正你都已经唯独我企业了 都已经摘牌了 我凭什么要听你的 并且协助这些被美国制裁的这些企业 以及公司给他财务的补贴或是免税 或者是一些专业的法律上的咨询 让中国企业降低了因应美国的政治迫害 而少了这些的损失 简单来说 美国等于是强迫了中国建立了一条政国局 逼迫中国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在原本 可以依靠美国就可以达成的业务 美国透过了族客令 让中国籍的人才回到了中国 替中国溢注了新的知识水平 让美国的原本在美国不会回来这些人才 定住在中国 说实在的 美国的学术生活是很容易吸引到世界各地的人才 因为他会给你很好的待遇 会给你很好的研究经费 给你很好的研究环境 甚至给你很多的补贴 但这个东西在亚洲是完全比不上的 但是你既然把他逼回去之后 那么让他习惯回到了中国 即使半天在过几年之后可能解除了禁令 但是这些中国人才已经适应老家的生活 已经重新的做好他们的工作了 他们是否还会再回到美国 这就不一定了 至少他不会那么快重新移民成为美国人 所以与其说是美国正在围堵中国 倒不如说美国断掉了 可以钳制中国的几乎是所有工具 让中国的更加加速的 可以成为下一个世界的新霸珠 这以上就是我们的直播大哉问 所得到的第一段内容 我是陈老师 我们下次见